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找应副处长 应副处长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去找你 变心呀 我跟你有话说 老九 你 你先出去 把门关上 门关上 应副处长 你应该最清楚 胡林鹤绝对不是什么痛苦分子 你怎么不告诉处长 你小声点啊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 我跟你讲 胡林鹤通共的罪名 已经坐实了 你可千万不要再捅娄子了 弄不好 把咱俩个都卷进去 他不是你的线人吗 那都是以前的事啊 人是会变的 尤其像胡林鹤这种认钱不认人的人 是不是 他现在和什么勾当 干什么事 那咱们怎么能知道呢 对不对 要不是你死缠烂打 我是绝不会把他介绍给你的 我跟你说 我绝对不相信胡林鹤是什么通共分子 我刚让他去接近陈金刚 他也就死了 这事不蹊跷吗 蹊跷什么 人赃俱火贴正如山亡 连处长那么精明的人都认定了他是通共分子 难道你还想给他赞案吗 不成 有人的赌还来不及呢 你怎么还往前走啊 可是这个 你可是我叫你姐姐行吗 你 你不要害我 所以我拜托你行吗 你要让处长知道了他和咱俩有关系 咱俩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呢 你 你知道了通共是什么罪吗 那可是死罪 死罪啊 行了 行了 这倒是说话啊 行了 行了 我答应你 好 我不尝尝这事了 这么厉害 真的 你咋有我 真心 此事文件 一会儿你可送到二科来 好的 你去吧 是 情况怎么样 肥子欣相信了吗 相信了 我们的计划成功了 太好了 这下可以下口气了 还不到转气的时候 眼下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肥子欣尽快解除 对技术的戒严 那还是需要多少 戒严了这么久 技术里不满的人肯定越来越多 大家心里都憋着一鼓气 你安排一些人手 想办法制造一些 警察和戒严部队摩擦 接下来的事情 去交易回来做 好 我马上安排 来 喂 我是费思欣 我找叶先生有急事 什么 又不在 处长 叶静芝那边 答应过我们搞粮食了吗 我连续给他打了三天电话了 这个人不是在开会 就是不在 你说他是不是在故意夺我们 还是多往好处想想 也许他正在想办法给我们筹集粮食呢 要不再等等 再等等 我能等得了上面等不了 这三天两头都派人来催我 你没看我急得这脑袋上都冒烟了 别急别急 身体重要身体重要 大干脆 我在上门拜访他一下 也真的是这样了 行吧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是 慢慢 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 舒婷 你回来了 爸 连达 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我陪父亲到郊外的禅院去待两天 让他清静清静 怎么突然想起去陈院了呢 再不走 这费司清就找上门了 就为了躲他呀 他找不到我 一定会去找你 到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提条件了 我明白了 那上车吧 走 没关系 没关系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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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带淑婷到乡下去了 乡下 他有说他去做什么了吗 说是去住几天 亲近亲近 你说这都到什么时候了 这叶先生还有这份闲息 处长 到底出什么事了 都是自己人 我也不给你绕圈子了 这尚丰 命令我们情报处 征收粮食这件事 你应该听说了吧 我大概听说了一下 你说我一个搞情报的 这让我搞搞情报还行 这让我去征收粮食 你说我到哪儿去弄这东西去 这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这就来求助你岳父大人 这还希望叶先生 能够慷慨相助吗 兄伯 你可是我们情报处的人 一定要说服叶先生 帮我们这个忙啊 我废思亲保证 一定念他这份恩情 是啊 熊伯 你一定要帮这个忙啊 这几天处长为这件事情 都操脆了心 处长 您放心吧 既然是咱们情报处的事 我择我旁贷 一定会尽力缺述 而且我岳父啊 也是个名势里的人 应该不会推辞的 好啊 有你这句话我就心安了 有什么要求 提 既然是咱们情报处的事 那就是我们的事 我怎么能提要求呢 你看看 你看看 果然没有看错人 不过啊 我就知道这小子有瞎闻 说 是这样 这警察署的案子 也算是有了结果 我想请处长 尽快把我调回随境公署 我真的是在那儿 一天都不想待了 听你这个话 有人难为您 岂止是有人难为我 是所有人都在难为我呀 怎么回事啊 这自从对警察署 进行戒严之后啊 这些警察对随境公署的 仇视情绪那是与日俱增 我每天去办公室 就像是过街老鼠 如果这个眼神 能够杀死人的话 我起码死了一百回了 这些警察还反了他们了 现在 也幸亏我这个身份 是随境公署的专案特派员 他们对我是敢怒不敢言 可是对其他人 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您不知道吧 这警察署的警察 跟戒严部队之间的摩擦 已经发生好几次了 有这种事 有有有 这两天我接到 关于这样的报案 都是关于这些事情的 我正在抓紧处理 看来这警署的戒严 是应该停一停了 是啊 要这样闹下去 不知道还会出什么大乱子 也好 反正这为首的狐林鹤 已经死了 我看他手里下这些小喽喽们 也不会闹出什么大动静来 这自古法不则重啊 停下吧 毕童 你回头代表我 去安抚下他们的情绪 你就告诉他们 事情已经结束了 让他们安心地工作 是 处长 那我呢 你当然是回忆殿科了 这个后面的善后工作 不着急 留着慢慢处理 是 谢谢处长 来 喝点茶 吃点水果吧 你 处长 您看谁来了 叶先生 非处长 快快快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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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坐坐 叶先生 我可算是把您给判来了 非处长 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 那五万弹军粮 又倒落了 真的 这几天我是跑遍了各地的粮商 高价收购他们手中囤积的粮食 这总算凑过这个数了 那 这是我亲手签字的提货单 你拿着他 你拿着他可以随时到我的仓库提货 这叶先生鼎力相助 在下真是不胜感激啊 别客气 为党国效力 我叶某是义不容辞啊 叶先生 这愚公 你是为党国分勇 这愚私 是我费思琴欠了您一个大大的人情 您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我一定尽力满足 我个人没什么要求 只是这次筹集军粮耗资巨大 颇费周折 还希望非处长 一定要顺利安全地 将这批粮食送到前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сиг84 收睇 箱一顿 文字大 太好了 不忘蛋 毕正 马上通知各部门的负责人 共同商议运输事宜 是 诸位 这次粮食押运 事关重当 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而我们隋京公署 人手有限 而周边的驻军 各自有各自的防御任务 现在看来 从他们的抽调人手 是不太可能了 今天叫大家来 是要商量一个对策 我们要找个方法 来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 应副组长 说说你的想法 因为战事影响 我们在人员安排上 确实是很受牵制 刚才我们私底下也议论 现在我们情报处 总共就几十个人 还要应付上风 交下来的各种任务 实在是力不同心 所以只能考虑 从外面调些人来 来补充这次的 酝酿队伍 那依你看 从哪个单位 还能抽调出人手呢 我想来想去 也就是警察署 可以抽出人来 说说你的理由 警察常年和枪打交道 也算是武装力量 现在地方上也有驻军 可以协助地方 治安管理 所以警察署啊 他比较清闲 完全有能力 顾掉人手 因此我建议 由我们绥靖公署 和警察署 共同组建一支队伍 来完成 这次的允粮任务 我不同意 警署内部的通货人员 还没有完全清楚 人员结构很不稳定 如果现在 让他们去运输军粮 我担心 通货分子 会借此机会逃跑 刘伯 警察署那边 情况你是最了解的 说说你的看法 要我说 这一棵树上 结了一个坏果子 总不至于 说这整棵树上的果子 都是坏的吧 一棵老鼠 只能坏一锅肘 更何况 警察署内远不止一棵老鼠石 这个 有些人心里最清楚 阮明欣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质疑我的办案能力 是吧 林科长生气了 我只是随口一说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心虚啊 且不说我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这个案子 是处长亲自过问 义副处长带着所有同事 共同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结果 在你口中随便那么一说 就什么都不是了 你是不是也太目中不认了 林熊波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我曲解你的意思 是你欺人太甚 运输队的人选 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掺和 只要能把粮食安全地运到东北 谁去都可以 可是你偏偏要拿这个大作文章 你的目的在哪儿 就是在攻击我 我哪敢啊 你现在可是有功之产 我的那些努力 在你眼中那么的无堪 没关系 就算我什么都没做好了 你现在可以向处长 申请再次重新调查 警署的案子 申请就申请 你以为我不敢吗 好了 越说越离谱 警署的案子 上风已经有了决定 轮不到你软逼心 在那儿下评令 罪 林雄波 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 受到了嘉奖 那是上风对他的肯定 也是对我们情报处 全体同仁工作的肯定 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一己之见 而有任何改变 好了 眼归正传 虽然是一颗老鼠屎 害了一锅粥 但是 我们也得在有选择的情况下 才能够另煮一锅 而现在 我们锅里连米都没有 拿什么熬 现在这颗老鼠屎 已经捞出来了 那么这锅粥 我们还是得喝 总不能看着这锅粥 有什么把自己饿死吧 所以我决定 采纳应副署长的建议 从警署调人 配合这次押育 是啊 这也算是 安抚一下警察署的情绪 让他们知道 我们还是信任他们的 李苏 如果我们 对他们全班否定 这搞不好 会把他们推到 我们的队里面 警察署 现在情况是比较复杂 但是 这再大的风险 我们这次也得冒啊 是 就是这个道理 处长 英明 冲伯 有可能 得辛苦你一下了 金属那边 你人头书 找一些可靠的人 写一份单子 交给我 这个 你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 这次的任务 是我直接下达给林雄波的 如果谁要是在从中给我做梗 林雄波 你直接向我汇报 是 费司卿把挑选人手的权利交给了邓远达 这正是邓远达想要的 但邓远达知道 费司卿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给他自己留下后路 因为人是邓远达挑的 所以一旦出了问题 费司卿就可以把责任推给他 这样于上风 于叶靖之 都能有个体面的交代 利用往前线移出粮食的机会 撤离郑州 这倒是个办法 还可以顺便把这笔粮食 送到解放军手里 一举两得 我明白 其冒处的人手不够 费司卿准备从警署抽调人员 跟绥靖公署的人 组织联合押运队 这个挑选人员的工作 他交给了我 费司卿这么安排 会不会再试探 到时候粮食丢了 我们也不见了 他恐怕第一个要让你开刀 岂不是害了你 放心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随时可以撤退 任他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要用你的生命 去换取我们的安全 道歉已经因为救我而牺牲了 我必须让你在 放心吧 老陈 我一个人撤退 做给你们一群人抢 你尽快把车离人员的名单交易 交给我 我就按照这个名单 来挑选押运人员 好 我马上回去安排 晚一点把名单交给你 你是不是不赞成我的决定啊 没有 这批粮食 本来就是叶家提供的 就算我们把林雄波 排除在行动之外 他也有办法参与进来 刀不如顺水推舟 给易经志一个人情 一旦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易经志看在林雄波的面子上 也不会过于追究 这也正是我让林雄波 去挑人的原因之一 处长 我请求 让行动队 参加此次粮食押运 有个理由 易经志说到底是一个商人 之前 你提出让他募捐粮食 他的犹豫不决 才是一个商人的正常反应 但是现在 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同意捐赠粮食 而且不提任何条件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值得怀疑 以现在的情况 叶景志能够按时 把粮食交给我们 那就等于是帮了我 帮我们情报处 甚至是帮我们郑州 绥靖公署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 有其他的事 放到后麦再说了 怕只怕 到时候问题没解决 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你是担心粮食会出问题 粮食有没有问题 一检查就会知道 所以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东西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所以我觉得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 还是会在人的身上 人的问题 你跟我绕了 这么大一个圈子 说到底还是要利用 这次行动 来对付林雄波 是 我认定了 林雄波他一定有问题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处长 可是这次真的不一样 这批粮食 对战局很重要 你相信我 林雄波他一定会千方百计 阻止粮食运向前线 阻止 阻止 怎么阻止 或者节奏 没关系 我就会了 你这么多 有没有关系 我认定了 你这么多 太好了 我认定了 你怎么和你 我认定了 你这么多 我认定了 你怎么会 这次我认定了 我认定了 你怎么能不得了 我同意 合股 到 到 我同意 合股 好 刚才我点到名字的留下 其他的人可以解散了 是 等一会儿 选冰心 你还干什么 把你手里的人员名单给我看 挑选押育人员的名单 是处长在会上宣布的 别忘了 处长承诺过 只要有谁敢捣乱的话 我可以亲自去找他 我没忘了 我来不是干预你挑人的 那你来干什么 粮食押韵 关系着整个郑州绥靖公署 所以局长亲自下令 由我们行动队 负责此次安全保障工作 我要对你的人员名单进行审查 如果林科长不信的话 可以去问局长 我选的人没有问题 你选的人有没有问题 你说了可不算 要我审查过之后才知道 阮冰心 你别太过分 实在是职责所在 不敢懈怠 让把别人的经历 开玩笑 无论 不是 挺好 闻得 没有 不敢 我可以一大天 就籃乎我 一大眼睛 一大眼睛 二大眼睛 一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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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好可以开开眼界 安平行 我告诉你 别太过分 这不是你的行动队 也不是你无作非为的地 粮食压育 事关重 干什么 做副队 独立 是 阮队长 我对警队上上下下 都比较熟悉 不如让我来配合你 你是陈金刚 是 总务科科长 不错 听说你是警察署的能人 上上下下的人 都愿意听你的话 那是弟兄们给面子罢了 是吗 既然大家这么给你面子 这么重要的压运服工作 应该是由你负责吧 阮队长不必费心了 这上面没有我 老陈 这名单上怎么没有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忘了 我没忘了 我没忘了 那你怎么 我不能走 为什么不走 这次可是最好的机会 阮冰心能把胡林鹤派到我身边来 说明他已经怀疑到了我 我的名字如果出现在名单里的话 他一定不会三把干净 到时候 牵制的弟兄们随着走不掉 马晨 警署这支队伍是你一手带出来的 你舍得不跟大家一起走吗 我想好了 只有我留下 他们才能更好地安全离开 你能留下 我为什么不忍 到时候 非事情真的追究起责任来 我都可以先把 多错愿意为你扛一下就行 不走就不走吧 留下来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并肩战斗 看样子名单上没有我 阮队长很失望啊 笑 我失望什么 我只是觉得奇怪 以你在警察署的地位 这么重要的任务 林科长怎么会不派你去 总务处日常事务繁杂 搜集骄傲的话 这警署上下还真离不开我 林科长为什么不让我去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干总务多年 退和阮队长进行安全检查 倒是小事一状 阮队长想知道什么 尽管问我吧 那最好 这份名单我就先带回去 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 我还要听听赵首长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阮队长决定检查的话 最好等名单确定以后再说吧 也好 等人员名单确定以后 我会再来 没问题 我们走 大家解散吧 是 林科长 我去找赵首长确认这份名单 净土这边就交给我吧 就放心吧 好 真的要 我就先回去了 我等你的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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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于这次的运输路线 你有什么建议啊 处长 我认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从许昌过去路况较好 但是路程较远 从乳州过去的话路程较近 但是路况比较差 也就是说 不管是从东线还是西线 他们各有各的优劣 那你的建议呢 我的建议是 进来 处长 我认识 你这次运输的路线 我有一个想法 我正在跟熊博商量这件事 既然来了 就一起说说吧 从郑州到平顶山 有两条线路可以选 这一点 你们俩倒是不谋而合呀 说说你的直接感觉 应该走东线还是西线 我的建议是 暂时不做决定 暂时不做决定 以免消息泄露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你说这话的意思 难不成是怕我泄露你的高见吗 处长 其实东西两条线 区别并不大 所以我建议 不用那么早做决定 等到出发前的一刻 再宣布才安全 东伯 别心急 这细细想想 毕竟说的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行了 既然处长同意了 那也这么定了吧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一天课了 好 那你先去忙 毕竟啊 接着说 人员方面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军组派出家医院 那我先去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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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去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恰恰是最危险的两天 你什么意思 我在想 如果我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 在我觉得无计可施的时候 我最值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行动队办事儿 什么时候也轮到像你这种人来対击 退散祖司了 我看你一定是活命的 阮大队长好威风 林科长怎么来了 笑话 这个仓库是叶家的 我是叶家的女婿 我在这儿理所当然 倒是阮大队长 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指手挂脚 还打我的人 我是奉命来接管军需用品 你搞错了吗 这个仓库没有你说的 什么军需用品 叶先生已经把这批粮食 捐给了绥靖公署 所以这批粮食 就是军需粮食 已捐责还有两天时间 既然还没有捐出去用品 那这粮食就还是叶家的 阮大队长未免太操之过气了吧 林科长可以睁大眼睛 看一看 这可是局长的首领 从即日起 与我们行动队负责仓库周围的 保障工作 虽然你是叶家的女士 也不至于局长的话 都不放在眼里吧 局长的话 我是当然要听的 那你还在这儿费什么话 阮大队长 你搞清楚 局长是让你们负责 仓库周边的安全 明白吗 什么叫做仓库周边的安全 看门的狗要是闯进堂坞了 那就是疯狗了 你 我什么我 阮大队长 你还是回去好好把国文 学习学习 别拿着鸡毛当令箭 还想 纠占雀巢 接管仓库 不送 走 这么说 阮兵信仍然是我们这次任务中 最大的障碍 他先是要调查 我挑选出来的警署人员 然后又让费斯新保命运数陷入 现在又提出了要接管操控 虽然他做的这一切 我们早有方法 但是也不能让他这样 不断地制造麻烦呀 我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是 在运输车队出发的时候 他会不会又找出什么 更过分的事情 俗话说 不怕贼兜 就怕贼惦记 我们总不能终日防贼的道理吧 所以 必须想办法 把这个贼打跑 可是阮兵信的背后 现在除了费斯新之外 连局长都支持他 局长 这局长上面 不是还有局长吗 好 你接下来 不会支持大众 好 不是 是 是 我明白了 今天叫各位来 是因为我刚刚接到 南京军部长官的来电 处长 军部又给我们什么新的指示 这次 为前线将士 筹击军粮的任务 南京军部得知 我处已提前完成 并且 在所有战区当中 排名第一